我们现在在Photoshop的这个界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File New 之后呢 按 Web 然后呢在 Web Most Common 这里 我们记得 960 是我们的宽度 300 是我们的高度 然后 Resolution 72 记住这边是 Pixel Over Inch 然后 RHB Create 然后这里的这个 Artboard 的大小呢 就是你在 Dream River 那边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就要放一张图进来 我看一下我的电脑有没有图 好 例如说我们放这只狐狸进来好了 好 这只狐狸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Size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就直接这样子把狐狸拉长 这样子是不对的 你看它整个走形了 OK 好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要 拉大的话 我的建议是按着 Shift Key 然后拉对角 让它变大 或者是呢 同学等一下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你看这样子我觉得是它的大小 Maximum 了 不然的话就无法修它整只狐狸的那个颜色 不是颜色 就是整只狐狸都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我要整只狐狸嘛 对不对 好 那最好处理就是它的背景 如果是不复杂像这样子的话 我还可以就是说用 你看我用我的 Eyedropper 点这边 然后呢我试试看再开一个新的 layer 然后呢我用 Pin Bucket 倒它 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好了 然后再来呢 这边也是一样 用那个 Eyedropper 点一下这里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就 倒一个颜色 OK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你会感觉到 感觉OK了 整整个画面还蛮好看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 File Export Save for Web 然后在 Save for Web 这边 你可以看到 Original Optimize 2-Up 4-Up OK 那你最重要的是你这边选择 JPEG 然后 Quality 应该是 Maximum 就是100的意思 然后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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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呢 就 Save 在 就 Save 在 就 Save 在这个 My Web 里面 My Web 的这个 Folder 然后叫做 Banner Save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 Dreamweaver 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Banner 它现在是蓝色的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部分洗掉 按冒号它就会出现这个 Drop Down Menu 然后我们 Click URL Browse 点击 Banner Open 然后分号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来 File Save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得到你 得到你刚才在设定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如果在下一个教程里面呢 我就会继续的讲解 同学在班上还没有做过的部分 也就是 这里怎么样把你的这些字啊 还有一些 Navigation 放进去 然后再看着呢 再看着出一些游戏 汇水 然后再看着 一点 要